台灣的政府這麼無能 無能到這種程度 你連一支疫苗都搶不到 你搶出越南 今年沒有選舉 所以他只擔心股票 明年要選舉 他就會擔心選票 我們怎么可以让总统去当 疫苗的白老鼠 站在国安的立场上 我们总统不应该来打本土的疫苗 他应该优先打 美国总统打过的疫苗 这个疫苗 如果没有照陈培哲院士 所讲的这样的程序下去跑的话 他的安全性就可能会受到影响 我发现连叶金川前任的卫生署长 就相当于卫福部的部长 他也出来讲话了 因为过去曾经台湾也发生过 为了发展本土的疫苗 然后就冲促的上路 结果引发一些遗憾发生 那我觉得痛定失痛 我们第二次再出发 这个脚步就不要仓促 最主要的是在医学伦理上 为什么 当全世界都没有疫苗的时候 如果台湾是第一个做完二期 就要丧失 而且台湾的疫情已经严重到 每天死的人就像今天这样子 那当然我也会反对陈培哲院士 我说为了要救人 我宁愿牺牲一点风险 可是我们现在状况不是 我们现在全世界有好多已经通过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欧盟认可的疫苗 非常多 你说你会抢不到 我不太相信台湾的政府这么无能 无能到这种程度 你连一支疫苗都抢不到 你抢出越南 对不对 我不是说我亲事越南 人家有决心的国家 我都尊重 所以今天不是我们抢不到疫苗 是我们的总统 我们的行政院长 我们的卫福部长 你没有决心 那你为什么会没有决心 可能因为有一些失心 所以我是觉得 指挥中心应该要放下 任何的党派跟个人的实力 一定要为国家 为民族 为整个下一代的长远的利益 去做一些 可能压力很大 也会牺牲掉一些党派 跟个人利益的事情 但是历史绝对会还你们公道 会感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一起来嘉宾 中部中心百岛出任务 南部中心BOSS工作室 豐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咯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 欢迎您一起来嘉宾